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要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首先我们给大家讲一下 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 怎么样子理解教育产业 会在中美贸易战上 我们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像我们在中国的话 现在的崛起 前面的话讲中国要掏毁 而现在的话 我们更多的要讲 现在中国的发展 实际上的话 用一个大家知道的词 叫建龙在田 也就是说的话 前面可能是潜龙勿用 现在是建龙在田 就是你的发展 实际上世界有目共睹 你到底怎么样 世界都很清楚 所以整个世界上 我们可以发现什么呢 西方崛起的这五百年 它是一个工业化的社会 而现在呢 是个数字时代了 它等于跟当时的工业化的话 所有的工业产业 我们现在都管的叫传统产业了 我们现在要叫数字产业 而这个传统产业的工业化社会的起来 是什么背景呢 是海权压倒了路权 我们可以看到的话呢 在海权的一些 海洋的贸易 海洋的物流 变得非常便宜 而现在呢 我们在信息社会 这个信息社会是全球共享 跟这个海洋的那个作用 比以前是要减小的 所以这样的话 也就是世界到了一个什么呢 在前面的五百年 差不多是西方的一个崛起的五百年 在中国的衰落的五百年 而现在的话呢 到了一个拐点 中国在崛起 所以这时候我们应该认识到 国家和民族 都到了一个关键时刻 这种关键时刻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中美的关系啥是质变的 就是英语民族啊 它对世界的 能挑战它霸权的民族 一贯是打压 这种打压在中国的 现在的现阶段表现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中美的贸易战是不断升级 而且的话呢 在现在你是望不见尽头 而从贸易战的话 我们发现已经上升到科技战 从前面的围堵 华为 到后来的话呢 去限制中国的高技术专业 去中国的学生去留学 其实在现在美国的顶级大学的那些专业的话 中国的理工科的尖子 像申请的留学都很不容易 而且这种的科技经济的那种竞争的话 完全是公开化和白热化的 可以看到的话呢 大家对于这个美国 对于华为的这个所谓的围堵 它已经放弃了它原来一再标榜的价值 在这种状态下呢 我们可以看什么 这种竞争实际上在教育产业是一样的 就是国家的话的未来 在于你有什么样的人才 在于你教育出来了什么样的人才 以及留住什么样的人才 所以我们可以看什么 就是中美的这个贸易战 包括中美的博弈 它一定是一个持久的状态 所以的话的这种持久的状态是个什么呢 就这种持久战的话 一定是一个人才的比拼 这种人才的比拼下 我们可以注意到 这两年大家对这个奥赛 就中学生的那种奥数的比赛的 这种社会的关注度 比以前大多了 以前大家不是很关心 或者是说的话呢 你做这个的孩子关心 现在基本全社会都在关心 为什么 因为你这些学生的 在国际舞台上的实力 背后代表的是 你这国家的话 未来兴衰的人才的方向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的话呢 你现在的未来的几十年 以及未来的一两百年 可能的话呢 是中国和美国 以及东方和世界 这样的一个竞争的一个拐点 这时候我们要知道 其实为了中华的崛起 其实可能要努力读书的 不止一代 要很多代 在中国教育中 我们的长处是什么呢 短板又在哪里呢 为何说尖端人才 越来越成为各国争奖的稀缺资源 青年网络公开课 张杰开讲 打赢中美贸易战 教育不能输 敬请继续关注 所以这时候我们会发现 中国的人才 什么样是长相 什么是短相 我们的长相 实际上呢 我们的普及教育 做得比别人好 也就我们大家都很自豪 我们的那个普遍来讲 我们数学都比别人学得好 所以这种普遍的好 也造就了什么呢 中国有大量的工程师队伍 对吧 我一直在说 中国的那个农民工都会 那个兆图师工 他都学过上过初中 学过几何和三角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们要看到 在顶尖人才上 基本上还是在国外 而且的话呢 中国的话 以前的顶尖人才培养 基本上是留学 我们可以看到 在各个高等的研究学府 最尖端的人才 有留学背景的 占了主流 而现在的话呢 那个美国带头对中国的围堵 实际上你完全靠留学 靠美国的教育体系 给中国培养高端人才 这个路呢 不通了 所以顺应这种时代 那么很多中国的政策 以及的话呢 包括我们这些学生 包括我们中国人 你在中国 你毕竟的话 换不成一个白皮肤 那么你的个人未来 和国家政策 都要重新思考 重新调整 而这时候的话呢 我们看到 中美的科技合作啊 曾经也就有 现在实际上是有脱钩的状态 就是别说 美国保护知识产权 其实美国也在滥用知识产权 它的滥用体现在什么 有些的话 不该申请专利的 申请了专利了 同时你也会发现 它制裁华为的时候 它就说了 华为有政治立场 它说有人就已经提出来 要不给华为付专利费了 这完全是一个双重的标准 对吧 而且在制裁华为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呢 就是世界最权威的 那种科技的组织 也开始说了 也开始参与了 虽然说的话呢 它后来的话呢 收回了 但是我们这时候看到什么 就是再也不是最后宣扬的 科技无国界 实际上科技有国界 所以这时候我们会发现 我们中国对于这种科技的领军人才 对于科技的发现能力 就是孩子怎么去 这种原始的发现能力 这种培养和教育 实际上呢 是不足的 这是中国的一个现状 我们必须要看到这种现状的变化 所以我们在看的话呢 就要想到什么 新时代实际上对教育的需求 也不一样了 就是在我们现在的 知识爆炸的时代啊 就是很多传统的文科 我们说不是不重要了 但实际上它被稀释了 因为现在我们新增的这种知识啊 全都是过去没有的 科技类的信息类的知识 而你要过去的话呢 大家传统的什么文学啊 历史啊 这个地理啊 它实际上是内卷化的 它的知识的新增是有限 实际上这时候的话呢 中国和美国这样的博弈呢 我们需要自己的人才 而且的话呢 我们还可以看到什么呢 现在到美国的这种政策的话 我们会发现 英才不是都能引进的 像我们当时搞千人计划 美国现在是什么 按照我们的千人计划 按图所记 抓你千人计划的科学家啊 对吧 你的英才的引进 也发生了变化 还有我们发生什么变化呢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我们提了人工智能了 而这种人工智能 实在还带来什么呢 实际上带来对高端人才啊 其实更残酷的竞争 其实你可以看到什么呢 阿法狗战胜了围棋冠军 实际上你不是说机器战胜人 是阿法狗背后那一群啊 科技人才 战胜了什么呢 围棋冠军 实际上是两波啊 原来永远不会交锋的 最聪明的人 交锋了 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最后你会发现 有了人工智能以后 在原来很多的这些领域 有不同的科技人才的时候 现在的话呢 它很多的话都变成 被人工智能打败的时候 它都走到了人工智能的那图景下来了 都是最尖端的这些人才 就是它的其实对于尖端的人才的需求 这个高峰啊 是更高了 这是一个现在的需求 想要在全球最新一轮竞争中领先各国 我们在教育上 必须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 为何说中国要想成功崛起 教育必须担当重任挑大梁 青年网络公开课 张杰开讲 打赢中美贸易战 教育不能输 敬请继续关注 而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 你会发现 全球的话呢 被一个网络连起来的时候 那全球各社会 各个国家 它的一个重新的淘汰赛 实际上是开始了 就跟当时工业社会 淘汰农业社会一样 现在的话的数字信息社会 在对于原有的工业社会 或者人家叫传统经济 造成了巨大的挑战 所以在全球的一个新的淘汰赛 正在开始 所以这时候在这种状态下呢 其实我们中华文明啊 实际上一直在追赶 在追赶的过程中 我这是要说的是什么 我们大家要认清楚 追赶的代价 实际上我们的孩子 为什么比外国的孩子要苦 要学的多 很多时候人家只说 你看外国孩子挺那个 学的比我们那个快乐 但实际上呢 很多时候他没有比 你要学习的需求 西方的语言啊 26个字母 中国的语言啊 你至少要记住 3000个图形汉字 多的的话呢 还不止3000 实际上比较好 你能记5000不错 新华字典是8000 你这3000个图形汉字啊 它不等于英语的词汇 它最多相当于英语的词根 因为每个汉字的话呢 就是有很多的变化的 所以这时候你会知道 我们的孩子要记忆的 这些图形的话 要记忆学这门中国的这个语言 相当于西方的这个语言的话 复杂 而在复杂的过程中呢 我们要知道 我们孩子学的语文啊 不光是语言文字 它实际上是语言文化文学 知道它这个文学的中间就多了 我们这文学中间还包括什么呢 包括古典文学 包括现代文学 包括中国文学 包括外国文学 你可以知道的话 我们在孩子里头的话 你会学莎士比亚什么时候生 莎士比亚什么时候死 写了什么样的作品 这个的话 我们高考会考的 但是美国的GRE不考 对吧 美国他考学了 他不考的 而我们中间还要学什么呢 学文言文 这种文言文的变化 对于外国人来学的话 就相当于他学个 那个拉丁民族学了一个古拉丁语一样 知道吧 拉丁民族现在有各种拉丁语 那变成了各种语言 对吧 这时候我们又发现 我们还要学外语 人家说美国孩子也学这个英语 但是我们学的英语 虽然没他学的好 但是我们学的是语言加文字 人家语言是母语的时候解决的 我们还要学的文字 对吧 所以这时候你会发现 我们学外语是必须的 我们还要学中国的国学 就是中国的文化 思想 政治 把这些加上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 我们要学的东西是什么 中国孩子 在语文这一项 他要学的东西远超美国的孩子 他学的多多了 是人家几倍 知道吗 他专门的话 几个文学课他都上去了 所以你要学那么多东西 这时候你要学那么多 你怎么办 这时候你肯定比美国孩子负担重 为什么美国孩子 他不把这些文学 文化的东西加到语文课里呢 是因为他的文明 现在在领先地位 他不用加到这个时候 自然有人学 而中国的话 你要不把这些东西 放在你语文课的时候 很多孩子就不知道了 而且这时候 他的文明是领先的 他不用去学外语 或者说他要学个外语 相当于我们学个二外一样 但是我们必须学 这时候的话 你从他学的内容看 你就知道 一定比他多得多 或者我换一句话说 一旦中国文明领先了 所有的中国孩子只用学汉语字词了 所有的美国孩子 他学了英语之外 他还必须学汉语 同时必须把他本民族的文化 本民族的文学 都加到他的英语课里头去 你看着吧 他的那个孩子 一定比中国孩子苦得多 所以一定要看到 这个学习量的不同 所以我不是反对增加语文 这语文的这个增加的背后 有道理 而这增加了背后的时候 一定意味着 我们的孩子要付出 这个文明追赶的代价 这是一定要看清楚的 这是你要努力的方向 我们虽然你说作为中国人 你中国的文学 中国的文化 中国的古汉语 你该学的都要学 这是你必须赶的 这时候我们回过头来 再看一下什么 其实美国的那些精英 也学得多 你真正看看 他那些精英 为了统治的时候 他学好多语言 一样的 你想 中国有句老话 叫欲戴皇冠 必成其重 所以对于我们的下一代 也一样 中国想崛起 你下一代 就是要忍辱负重 自然 科学 这些基本概念的背后 隐藏着怎样的深刻含义 为何说弄清楚 什么是科学 什么是技术 什么是工程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青年网络公开课 张杰开讲 打赢中美贸易战 教育不能输 敬请继续关注 所以第二部分 我们再讲 上对于科学和教育 它的很多的概念 其实现在很混乱 因为很少把它梳理得很清楚 所以我的第二部分 要讲一讲 对这些概念的再认识 第一个的概念提出来的 就是自然和科学 真问你 什么叫自然 其实大家天天说 对不对 天天说我爱大自然 自然自然的 自然是什么 其实很 你真问一个孩子的时候 他说不清楚 其实你真要看 自然这个词 以前中国就有 我们道教当中 是有自然的概念 而西方的话 按照西方历史 他是由古希腊先哲 泰勒斯 发明的 他的自然是认为的话 是什么 是在人的意识之外 它是有规律的运行 所以我们科学 叫做自然规律 道教里头也是在说什么 万物正中含有道 道是什么 一种上升的规律 所以这里头讲自然的时候 我们对于自然里头 就产生了客观 就说你不为人的意识所转移 第二 我们讲科学 科学是什么 其实关于科学是什么 争的也一塌糊涂 实际上最早的时候的话 科学的话 我们最早科学这个词 怎么来的呢 是康有为 康有为看见的是什么 看到了中国以后 中国过去讲的是 博学红儒 博学红儒就是说 你要博学的时候 什么都要了解 然后发现 西方的这个学问来的时候 这个科学的话 它是分科的 所以它那个科学的字 叫分科之学 它就有了科学这个字 科学最重要一点是 发现自然规律 而不是创造自然规律 我们现在老说创造创造的 其实在中国的话 对于发现题的比较少 你像我们一直在说 牛顿是发现了三大定律 你不能说牛顿创造了三大定律 也不是牛顿发明了三大定律 它是发现这个世界存在的规律 包括在科学当中 很多时候在于哪呢 你发现在植物学 你发现一个新种 它绝对是属于科学的 你包括那像法布尔 发现了一个昆虫的规律 也叫科学 发现 包括法拉第发现了 电磁感应现象 发现 首先科学很重要的一条 发现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老说原创 原创当然很重要 是最开始的那思想 但在原创之前 一定记着还要发现 世界要发现这个规律 这时候我们再看教育 教育是啥 对吧 教育实际上是传承了 人类已有的经验和技能 就是我们要把已有的 传承下去 那我们需要教育 我们要传给下一代 你要学习上边的 这些已有的经验 对吧 这是教育 而人类不同于 动物的关键是什么 我们可以抽象 我们可以理性思维 对吧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会发现什么呢 世界上有发现权 有发明权 有艺术和美术上的创造 这些东西都要分清楚 科学很多时候是发现自然规律的 所以我们讲 必须要分清 什么是科学 什么是技术 什么是工程 什么是数学 科学的话 是更多的讲发现自然规律的 而技术的话 是利用了这些发现 来为人服务的 制造出我们的产品 制造出我们想要的东西 而工程 其实中国的工程能力是最强的 你会发现工程实际上是集成了各种 你人类的发现和技术 你比方说你造一个桥 这个工程 它用的技术一大把 对吧 是各种的工程 包括我们讲通信工程 你的手机是一个工程 你会发现你的手机里头的专利 一万多个 对吧 它就把各种人类的技术 集成在一起 而数学的话 实际上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工具 分析问题能力 洞察力 执行力 为何都很重要 不同能力的学习方法和评价标准 又有着怎样的不同 青年网络公开课 张杰开讲 打赢中美贸易战 教育不能输 敬请继续关注 这时候我们在认识教育的要素和本质 就是教育里头 一个是经验传承 一个是抽象思维能力 所以人的能力是啥 所以人的能力呢 是要我在这儿分成三类 一类是你分析问题的能力 分析问题的能力的话呢 很多时候跟你的逻辑啊 跟你的认知是有关的 还有一种什么 洞察力 你能突然的发现一些新事物 你能发现美 你能发现别人的话呢 看不到的一些东西 还有一种执行力 你执行一个事情的话 可能执行得很到位 这些的话呢 评价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这很多人的话呢 很成功 他实际上的话呢 他课内学习不好 他实际上他比较强的是什么 他那是洞察力和执行力 尤其是成功的人 一般来说执行力都是超群 没有执行力不好的 但是相反 你学的越好 学的越多的时候 你分析力越强的时候 你说成那个学成书呆子的 你学成学得特好的 一般执行力都不成 他人的能力是有不同层面 所以这个学啊 这我们是讲学习 学和习是不一样的 有些东西你知道道理 但是你未必练得上身 你的水平练不上来 多少反复训练的 你包括你的逻辑思维能力 包括你的计算能力 像机械练习少不了 或者举个例子 你打篮球 投篮 该怎么投 大家都会 但有人投的就是很准 有人就总投不进 这个投的准是要练的 这就是机械练习 在人的三个能力之外 我们还看什么 就是知识面和信息能力 那知识面里头 有的是学史 有的是见识 所以很多的话 人家说这些人成功 历史造就了某些人成功 他的话他不是学来的 他是因为他的经历 他的见识来的 但是见识不是每个人独有的机会 学习是每个人独有的机会 这就是不一样 你可以学习 还有是什么呢 我们在认识教育知道 有些是可以标准化 数字化评价的 就像我们考试 那给你个分 有些是很难标准化 数字化评价的 比方说你的洞察力 你能让你的眼光比别人好 我怎么去考你试 不好考 你的执行力比别人强 怎么去考试 也不好考 这就是差点 知道吗 所以为什么在西方的教育里头 他很重视 比方说你的体育 那体育很多时候 练的是执行力 他很多重视你的孩子的话 去各种探索 这种探索 有时候抓你的是洞察力 但这些的话 都不会是一张考卷 能给你考出来 知道吧 考不出来 所以他有时候他要推荐信 所以这时候在科学上 我们应该讲 敏锐的洞察力和分析能力 是一样关键的能力 就像当于我前面说的 这个电磁感应 你那个敏锐的观察 就是拿一下 那个电脑上发现它跳了一下 那个观察比别人敏锐 其实别人可能都看见了 没有那个观察 没那个思考 但是你观察下来了 就不一样 包括后来那个量子隧道效应 也是一样的 所以最后这句话 叫敏于观察 勤于思考 善于综合 勇于创新 为何说文科学霸 不等于死背书 为何说逻辑能力 和洞察力的培养 在未来至关重要 青年网络公开课 张杰开讲 打赢中美贸易战 教育不能输 敬请继续关注 第二的话 我们讲 甭管文科立科 逻辑学非常重要 逻辑学里头 语言逻辑 形式逻辑 都属于文科 标准的 还有什么呢 就是说大家在中国的话 都属于文科的哲学 那妥妥的那个 其实在西方的话 物理学和数学 都是哲学分支 你拿那个PhD 拿的那个物理学博士 他给你的商量 都写的叫哲学博士 都是哲学 像我们在中国的语文里头 你会发现 我们语文的论证方法里头 没有逻辑论证的 我们语人的论证方法 就是举例子 那个做类笔 做笔语 那个引明言 基本上是这几种论证 其实以前的话 我们的语文的论证方法 还有归大法 演义法 按照逻辑的程序来的 现在中国的语文的论证 基本上变成文艺论证方式了 这种方式变成什么 它不是以逻辑和概念的方式 它很容易变成什么 就是杠经 为什么大家觉得叫杠经 它杠经跟你辩论的时候 你会发现 很多用的是什么 是偷换概念 而且或者 没有共同的概念的前提 或者双重标准 所以这个时候 真正知道杠经是什么 你才知道 你这个像逻辑的有问题 尤其是这种杠经的话 中国特别多 你要在西方的很多语言 很严格的状态下 反而你杠不起来了 所以这个逻辑能力 是完全不一样的 逻辑能力是要练习的 要不断训练的 就像我前面说的 你这个水平高低 是要训练的 对吧 而逻辑的话 也不能解决全部的问题 为什么我讲 奥数万能论不能解决 因为前面给大家讲了 科学是发现 逻辑解决不了发现 它是在发现基础上 建立逻辑的 所以这时候要知道 人工智能的边境是什么 边界在哪 其实清华招生的时候 说过这个 讲了图林的 那个著名的定理 图林就说了 我做这个 我是不可能用一个机器的系统 来判断它是否死机的 你想你人工智能 你都不能判断 你自己死的不了机 为什么你是不能做这种判断呢 因为你现有的人工智能 和这些系统 它解决不了发现的问题 它能解决逻辑的问题 它解决不了发现的问题 发现是要人发现 所以就要明白 这个世界的话 发现的能力也非常重要 所以这个奥数万能是不对的 奥数无用也是不对的 现在中国很多事情 就是走上两方面的极端 就两方面的人打得一塌糊涂 而这时候我们再看文科学霸是什么意义 它文科学霸厉害在哪 在中国变成什么 你就是背得很厉害 真正的文科学霸是什么 快速浏览浩瀚文件 直接抓住要点 非常重要 你包括我当过律师的 你一天时间给你几千页的案卷 你抓着要点怎么抗辩 找着问题 那是要速度的 你包括像国际的这些谈判 你会发现它谈判的合同的话 现在的话都是论万页 包括WTO入室谈判 你能把中间的要点抓住 很重要 要不你全记下来是不可能的 你跟人怎么谈 你以为你当时能都拿计算机吗 你不记在脑子里 你抓不住这些细节行吗 这是文科学霸 我绝对不否认文科学霸的能力 但是现在绝不是说文科学霸靠背书 所以这时候的话 我们会发现在中国来争的是什么呢 奥数万能论的是学奥数学到好的 奥数无用论的 实际上好多是文科学霸 实际上大家都是避免在什么 在一种心理投射效应 为什么讲心理投射效应 就是你擅长的 你就觉得它很重要 你不擅长的 你就觉得它没有用 然后互相之间贬低 这是很巨大的错误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知道 素质的不同维度 是不能互相否认 就是逻辑的分析力 不是绝对的 但是更不是妖魔的 但是你发现问题的洞察力 在中国的话 其实重视的不够 其实讲情商的时候 其实你知道情商和智商 真正的区别差在哪 差的就是那个洞察力 你智商高的时候 你是不看人脸色的 情商高的时候 你能洞察人的脸色的 知道吧 其实你要是真的情商高的人 智商也很高 但是它多的是什么 它能洞察 它发现 这社会这个人的脸色不对了 对吧 或者什么情况不对了 它能做反应 这时候我们还可以发现什么 法拉第的发现 前面说了 前中更衣 它实际上的话 当时老说这个屌丝逆袭 它说它得了诺贝尔奖 它实际上就是在很细节的地方 它是一个很失误的 它发现了 那个甘油能让大分子 不被激光打散 然后它得了诺贝尔奖 所以这个人 就是说你的那种 能成为非常成功的顶级的人的时候 他未必分析能力强 但是他的洞察能力一定强 而在这时候 中国的教育 现在对这个事提的高度是不够的 你包括后来的文学 艺术的背后 这个美誉也是什么 很重要的是洞察 你能发现什么是美的 这是你的眼睛的捕捉 包括在这的这些摄像师 他的为什么叫摄影师 他能突然的发现某个镜头 某个特别的那个捕捉 那是别人不具备的 所以这是素质非常重要 所以为什么讲这个素质 不能相互否定 张杰为何认为 四大方面表现的 是西方对于中国古代文明的矮化 中国的文科理科分化中 又隐含着怎样的认识 青年网络公开课 张杰开讲 打赢中美贸易战 教育不能输 敬请继续关注 所以在这讲完了以后 我们再理解 其实西方对于中国的话 是矮化的 第一个矮化是什么 我们对古代中国西方的 只谈四大发明 不谈背后的规律发现 我们可以说 中国发明了指南针 他不说中国人发现了 地磁效应 知道吧 重大发现 我们说中国发明了火药 他不说中国人发明 发现了这个化学物质 可以这种爆炸 爆炸可以利用 他不说 他只说你的技术性的发明 而这种发现的话 它引发 而且中国古代 对于世界的发现 其实还有很多 就是你承认不承认发现 很大程度在于 你中医是不是科学 因为中医里头 你看那个李时珍 本草纲目的话 实际上写了很多植物的种类 他发现了很多植物 他把很多植物 能产生的功效都写下来了 你按照西方的标准 你像那个林奈做的植物分类学 那是绝对是要算科学的 你发现了一个植物新种 也算科学的 对吧 前面说的法布尔 搞这个昆虫的 他观察了一下昆虫习性 它也叫科学的 为什么我们中医 发现了某种植物 发现了某种植物 有什么样的功效 你就不叫科学了 他只是说在这里头 没有逻辑体系 他的没有西方那种 严格的逻辑体系 和严格的验证体系 但是实际上 在西方讲科学的时候 他发现是很重要 所以这时候的话 我们会发现 在西方的话 他对于古希腊的历史 其实现在有很多人质疑 我们不说完全是假的 但起码有所夸大 而且尤其是对于中国的历史 和古希腊的历史 他完全采用的是双重标准 标准也不同 而对于中国古代的科学发现 他不承认 因为你承认了 你中国古代的科学发现 好多现在他的专利权 就要出问题 这个会差别很大 而这时候会发现 在中国式的文理分科 为什么讲中国式的文理分科 你可以注意到 中国的文理分科 基本上是原来中国就有的 我们都叫文科 西方后来来的 我们都叫理科 你可以注意一下 是不是这个结果 什么数学是 中国原来没有完全建立 学科西方来的理科 物理理科 知道吧 化学理科 知道吧 生物理科 但是这个地理 其实地理里头 有很多理科的内容 那原来中国就有文科 基本是这么划分 所以这个对于中国的文明的矮化 大家也要知道 搞好普及教育之外 英才教育又该如何加强呢 世界各国在英才教育上 都有怎样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 值得我们学习警惕 青年网络公开课 张杰开讲 打赢中美贸易战 教育不能输 敬请继继续关注 其实各国的话 在普及教育上不如中国 我们老拿普及教育 去比他的普及教育很有自豪感 但是在英才教育上 其实各国很强 而且他的英才教育 不是完全私人主导 国家掏钱的 美国的自由体系 就不说了 很早就可以拔起来 然后韩国现在搞的是什么 是科学高中和科学英才高中 韩国干的是什么呢 他能允许超过一半的人 不怎么学数学 但是他把最尖的那些数学好的 他另拔出来 而新加坡干的是什么 三年级 就把最尖的孩子给拔出来了 小学三年级 他让最早的孩子 他不让你输在起跑线上 最早来做 而日本的话 搞的是什么 现在日本人叫做平成废财 教育全都那个什么 包括德国的话 老教快乐教育的德国的话 你会发现 德国在互联网时代 完全的落后 而且你再注意一下 这就叫快乐教育 最凶的日本和德国 都是二战战败国 你真正注意一下 都是实际上是被别人给内执了的 站在那边 所以这时候我们实际上可以看 中国跟世界的差距 有时候不光是在大学 有时候更多在中学 中国的中学都是属地化的 都是地方资源 而世界最好的中学是全球招生的 所以你的中学阶段 孩子到快二十岁了 你受不到最尖端的培养 就是说你的英才 受不到最尖端的培养 实际上对于这个国家来讲 你是吃亏的 所以这时候也可以看一下 国外的国际学校的教材 其实很多人的话 只看国内 国际学校的中学教材 比我们难多了 而且在美国的话 实际上他那微积分是进私立课堂的 实际上最后他的微积分是要学两轮的 他到大学的时候 最好的那大学生 他微积分已经学过一遍了 中国都是有很大的差距 这个是我外公当年的笔记 而当年的笔记是什么 大学的 全英文 在清华 这个可以知道什么呢 而且这里头是电动力学有关的内容 而那时候是电动力学刚创立的时候 他就可以学 这等于在大学生接触到的是当时世界前沿 所以你不要说现在说 很多我们大学生学电动力学了 但是你的电动力学的时候 你现在去学的和它当年是两个概念 它当年是电动力学刚建立的时候 现在是建立了快一百年了 那能一样吗 所以这时候你能看到差距是什么 所以这样的导致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中国大量要留学 留学的结果就是财富外力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统计的这些留学人数 快速增长 每个留学人数得拿多少钱 你除了少量有奖学金的 其他的钱都要拿出来 所以为什么讲中等国家有教育陷阱 你可以注意在日韩崛起的时候 它最高端人才都不是以留学为名 相反拉美这些国家 它最高端人才要留学 所以你会发现什么呢 你一旦到了这个中等收入的时候 你的高端人群就支付得起到美国留学的费用了 这时候你的高端人群如果都留学走了的话 对你的社会影响很大 中国你不拿出最好的资源去吸引最尖端的这些未来人才 最最尖端的这些精英群体留在国内 给他赶到国外去留学和移民去 那你这个国家的话 你将来你能发达得了吗 对吧 为何说相比于机遇风险带来的成功 教育追求的是可以复制和更大概率的成功呢 在教育中有该如何协调好普及教育和英才教育的关系 青年网络公开课 张杰开讲 打赢中美贸易战 教育不能输 敬请继续关注 下面我们再讲一下对于教育里头有什么样的错误的认识 和这种选拔 竞争带来的问题 所以这首先我们要讲求知无产图 这是一个西方的成语 实际上这个成语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是按照它原意的话 There is no rules of learning 就是说学习没有亡者之路 实际上就告诉你大家要学习的话 都是要付出艰苦的代价 所以后头这句话是什么 我们最初跟大家讲的 我们书上讲的是什么 是99分汉水加1分天赋 后来很多人的话加上说 人家说还有后半句 后半句说1分天赋是最重要的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 你前面的99分汉水 你少1分就看不出你那天赋来 同时你付出了99分的汉水 你超过了99%的人 因为有那一分天赋的人是很少很少的 你的努力都能给你带来的不一样 所以这时候的话是什么 在中国的话 我们要认识什么 这两句话 有教无类和英才施教 都是孔子说的 但是很少人注意 这两句话是矛盾的 对吧 有教无类 那跟无类 大家都是一样的 对不对 你英才施教就不一样了 那是有类了 对吧 你那个聪明的是一个 那个不聪明的是另一个 叫英才施教 所以你别看这两句话是矛盾的 所以为什么孔子一直讲中庸之学 两个就是矛盾 不走极端 所以这时候的话 中国现在很多时候是走极端 你要不就是说的话 你完全要不考试 我不要英才施教 或者是说你完全是选拔 你对于这个普及教育不重视 这两方面都是非常重要 对吧 而且这个教育的话 我们要认识到什么 财富是可以均平负的 你那个 大家都话 把地主打倒 太富了不行 那个财富分配太大 知识水平 文化水平 教育是不能均平负的 你把最尖的那些人给抹杀了 你整个社会的高度就没有了 所以知识是均不了平负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什么呢 中国的现在崛起的时候 搞有教无类的普及教育 非常成功 但是现在世界的主要矛盾 是要跟美国争全球的最高峰的时候 那么你英才施教就很重要 你需要最尖端的人才 需要领军人才 所以这时候的话 一定要记得这种矛盾 怎么去处理 怎么去平衡 绝不是说的话 你能用一个去否定另一个 现在的话 基本上在教育里头的争端 就是一个否定另一个 要不就说我们一定要有最尖的孩子 不能那什么 要不我们就说要普及教育 要公平 但实际上是发现 实际上这是矛盾 其实这个事 是我们党是最好理解的 我们党对这个辩证的话 理解的是非常清楚 什么是现在的主要矛盾 什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它都是变化的 所以这时候的话 大家来讲成功的鸡汤的时候 好多人就为什么讲这个论证 给你举例子 有些人的成功 是学习带来的成功 有些人的成功 是机遇带来的成功 你把机遇带来的成功 说学习无用 那我可以告诉你 你换个道上 你还不如说 我中彩票跟学习没关系 你可以注意到 它的那个成功 是百万人分之一的成功 你要知道 百万人分之一是什么概念 中国的话 十亿人 百万分之一 一千人 百万分之一就是彩票概率了 对不对 然后呢 你现在你盯着的那些成功人 不是不光是百万分之一 就那么几个 亿万分之一 对吧 所以一定要记住 你的中间的话 学习到底是什么成功 是你是机遇带来的成功 还是学习带来的成功 还有一些是什么 是拼跌成功了 有他白莲花 他说他不会 我就聪明 不用什么 背后有他跌 还有一些成功 是什么 是流血和风险带来的成功 你是否愿意 你的孩子成功 面对这么大的风险 对吧 所以当年很多人成功的话 他面临 包括你说这个创业 创业有多大的风险 多少人创业血本无归 多少人创业跳了楼 成就了几个创业的成功者 流血和风险带来的成功 而我们教育追求的成功是什么 是可复制 大概率 就是说我学得好 不一定我最后能很成功 但我学得好 我获得成功的概率 大大的增加了 这概率比别人大 第二是什么呢 我学得好这种方式 可以复制 你像有些的话 马云的方式复制不了 明白吗 它是有很多的特殊的机遇 有特殊的风险 根本是不可以复制的 我们教育是可复制的 所以这时候的话 你会注意到 在大家耍流氓的时候 该讲统计的时候 他就给你举个例了 该选英才的时候 他给你搞平均 这是有些人的 里头别有用心了 他就说真要说 读书有没有用 读书带来的 就是大概率的成功 你任何人选择自己的成功道路 选择孩子的成功道路 一定是大概率可复制 你不能保证他百分之百成功 所以你要举的的话 是教育学得好 失败的案例一大把 我一再说 概率在哪 平均下来 对吧 所以这时候的话 我们就是在看教育的鸡汤 快乐学习 快乐学习就变成什么 不学 释放天性什么 人可以释放人恶的天性 学历无用 对吧 读书无用就起来了 对不对 这样在这个人呢 高级的快乐和天性 是探索未知 竞争取胜 这是快乐的 对吧 学历到底有没有用 其实的话呢 学历的话 你看你有多大的概率 大半为内有用的 只有个别的 小概率的 是特殊的 不讲概率是有问题的 对不对 而这时候 你如果说 大家学习激烈了 像剧场校一样 逼得大家都站起来了 像这里头 开箭有益啊 你只要大家都学 是整体水平提高 和剧场的那个站起来 剧场校也没法比 你站起来是无用功 你学习是有用功 你是提高了整体的能力 如何在刻苦学习中 寻求快乐 成功的秘密是什么呢 为何说在未来 中国的崛起 需要自己培养顶尖人才 青年网络公开课 张杰开讲 打赢中美贸易战 教育不能输 敬请继续关注 这时候我们在看什么 兴趣 习惯 快乐 与天性 很多时候大家老讲兴趣 我再跟大家讲 兴趣是假象 再有趣的事情成为了职业 都是痛苦的 都是艰苦的 就比方说大家喜欢下围棋 你要知道 那个职业棋同小时候 那么那个苦着呢 做不出死活 要打手把的 你不让你做不出来 而真正你为什么能 感到有兴趣 能坚持了 擅长 你比别人做得好 那你就坚持下去了 是吧 而且这种坚持呢 你养成习惯了 就不痛苦 所以大家需要的什么 是尽早养成一个 良好的习惯 好习惯 学习的习惯 读书的习惯 而这种习惯 对于人的一生 都是财富 而对于孩子 那就是从小试错 找到擅长 养成习惯 就是你小孩的话 到底擅长什么 不清楚 你可以让他试啊 你不能一上来 就剥夺他 就说他就是 他不用他试 对不对 有的孩子可能擅长奥数 有的孩子可能擅长书画 有的孩子擅长体育 但是你上来就说的话 这个不好不要做 那个不好不要做 实际上的话 是能不能人的擅长 试出来的 所以在这个新的时代 实际上我们认为的话 这个早教 苦学是必要的 就是说的话 在中国的话 培养领军的尖端人物 那有时候也是要举国体制 现在美国的竞赛 也是举国体制 而且中国的要提高 教育质量的话 重要的是什么 这大学也严禁宽出 以后要变成宽禁延出 像美国的那个大学 都是宽禁延出 然后不能有这么多的 不必要的留学 这样的话 财富外流是太大的 而且要有 把有限的资源 必须要保证 在中国 为中国服务的人才的培养 所以这时候中国的崛起 是需要自己的英才体系 为中国崛起而读书 这个话 作为本次的题目提出来的 实际上是周总理提的 讲这个照片的是周总理的侄女 就是说在当年的话 其实中国人为什么要学 因为当年是真正的感觉到了 亡国奴的压力 你想日本的大屠杀 各国到中国的大屠杀 就是真是王族灭中 而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看似中国的崛起形势一片大好 但是在新的技术竞争下 如果这一轮失败的话 那么至少是几百年的蹉跎 跟上一轮的话 东西方崛起的差别是一样的 几百年的影响 所以这时候的话 对于中国来讲 我们需要的是什么 大家要认识 有国才有家 其实很多人问说 有国才有家 我说最简单的例子 你家的房产证 是你们国给你发的 美国占了印第安的土地 但是印第安的土地 它没有产权 印第安的部落里的产权 早就划分得很清楚了 不承认它是个国家的时候 那个美国人才能再发 知道吧 你这国家不存在的时候 你的所有依附在这个国家 这些财产 这些权利 不存在的 这个的话 现在的人不理解 但是在当年 是非常的理解 你包括的话 西方在圈你租借的时候 哪像现在拆迁 还给你补偿啊 你你要跑得快一点 跑得慢就被杀了 所以在中国的话 这种传家 更多的时候 不是说你当爹的 给孩子创造多少的 那个什么财富啊 创造什么 而是你对于孩子 给他良好的教育 让他知道 自己的努力的方向 能学好的知识 这是中国诗书传家 一历来的传统 所以在中国的话 以将来的强大 还是一定要通过学习来实现 所以最后我要说一下 中美贸易战 最关键的问题 还是人才之争 因为中美的这种 博弈和崛起的话 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解决的 也不是说 简单的一个贸易的层面 应该是全方位的博弈 而全方位的博弈的话 这个的时间的尺度 是非常长的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赶超英国 基本上是花了有50年的时间 就等于它的GDP接近英国 到它真正的取代英国 差不多是50年 50年的话 对于教育的话 已经是两代人了 所以这样的话 你这两代人怎么样 那么中国的话 如果要赶超美国的话 咱们的话 是说有可能 比如说50年还长 那么有可能就是三代人 所以下边的话 可能是几代人的努力 这几代人的话 你孩子不学得好 那你靠什么呢 对吧 你光靠你的低端的生产 是走不到世界的顶峰的 就是说中国的崛起 几代人的努力 崛起和赶超的过程 一定是很痛苦的 但是教育对于国家的 未来的发展太重要 所以某国的话 教育是很重要的层面 一些地方出现厌学 逃课 打游戏的现象 对此有什么解决的方法 为何说在教育中 适当的惩罚不应该缺席 青年网络公开课 张杰开讲 打赢中美贸易战 教育不能输 敬请继续关注 今天就给大家的网络公开课 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 现在同学们有什么问题 可以提问 老师您好 您刚刚一直在讲教育 讲学习 但是现在有很多的青少年 都出现那种厌学 逃课和特别爱打游戏 等这些叛逆的现象 那么对于这些现象 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呢 是这样讲 现在的话呢 确实有很多孩子的话呢 他并不喜欢学习 但实际上的话呢 学习的话 一方面的话呢 是你自屈 另外一方面呢 其实也是需要 这种学校的建设 就是说你给孩子的话 他的发泄精力的方向 对吧 他现在的话呢 他如果没有发泄精力的方向的时候 他肯定是愿意的话 那个怎么舒服 怎么来 人的天性啊 都是很多时候是懒惰的 但是你要让他不懒惰的时候 你从小的教育方向很重要 而且就算是这个游戏的话 你要让孩子明白 你真正要游戏打得好 那也都是要学得好的 你要理解过去的那个 游戏背后的 你要有很多的技能 有很多的那个技巧 对吧 然后你要让孩子的话 能理解什么呢 这个教育的话 你不学的话 将来社会的压力 其实现在有把很多的时候的话 那种社会的压力呢 完全的让孩子不知道 实际上是有问题的 你就说你 你可以的话呢 你逃避一时 但是你真到面对社会的时候 你靠什么 对吧 老师您好 最近一些地区出现了 老师管不了学生的情况 我上网看了一些评论 就是说老师教师 现在已经成了一种危险的职业 然后您对这方面有什么看法吗 我现在觉得教育有些的话呢 是走偏了 因为的话呢 对于这个教育里头啊 过多的讲的是什么呢 是戒除了惩罚 其实对于孩子来讲呢 他当时不懂的时候 他实际上给他一种小的惩戒 总比他将来犯了大错以后 在你把他关到牢里去 关的那个什么 要好得多 对吧 所以有些时候的话呢 现在的整体的教育呢 你让孩子感觉不到 这种惩罚的压力 是非常有问题的 因为你在你学校不给他惩罚 社会就给他惩罚 你可以注意到 你看一下西方的这些名人传记 基本上都有在名校 被高年级欺负的情节 他的西方的贵族学校 是鼓励高年级欺负低年级学生的 大家都是贵族 对吧 你都要被欺负一遍 你就知道欺负人 被欺负的是什么滋味 你的边界在哪 你到了社会 你就不敢胡来 对吧 这个是你必须要有一个 被教育的过程的 就是而且包括的中国古代的话 你会发现你当皇帝 不是照顾的特好吗 皇子吗 但是当皇帝的时候成年继位的都很厉害 你少年幼年继位的都不行 再好的教育不行 为什么 他当皇帝很重要的教育是什么 是你当皇太子的时候 天天惶惶不可终日 有人谋你太子之位 随时要你的命 知道吧 你经过了这一次以后 你的心智才能是成熟的 就是人就是这样子 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些过程 西方对于贵族教育和平民教育 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的普及教育的时候 他这些孩子到社会上 社会会教育他的 你在那个跋扈的 但是对于他的贵族的孩子 他到了贵族学校的时候 学校他一定要你的孩子受点欺负 你要在中国的话 谁的孩子说被高年级的欺负了 那个家长一定去把学校先翻了 你校长别呆了 但是西方的贵族 他爸一看是什么 你自己想办法解决 你自己看看怎么去跟人家去弄 我小时候也是这么被欺负过来的 所以他不会去闹的 他觉得是很正常的一种教育 对吧 这就是很大的不同 所以的话 中国的话 这个教育里头 对孩子的溺爱 已经有些地方是过头了 现在的霍 Vital 梅里头